各位观众您好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明镜焦点节目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尽请按赞订阅留言分享 并请开启右上角的小铃铛 这样如果有新的节目发布 您便能第一时间收到通知 接下来就请您一起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目前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的旋风访台行程已经结束 不过中国军方在台湾岛周边展开的一系列军事演习才刚拉开序幕 除了担心军演影响海运空运之外 也有台湾学者指出 台海中线从此恐怕不复存在 两岸的军事互动会升级到新常态 德国之声报道 佩洛西是25年来对台湾进行访问的 美国最高级别的政治人物 他的这一次访问 让本已紧张的台海关系更加的剑拔弩张 根据中国官媒报道 中国东部战区宣布2号晚间开始 要在台湾岛周边开展一系列的联合军事行动 解放军将在4号到7号 再围绕台湾岛的6个海域跟空域 展开重要军事演训行动 并且组织实弹射击 新华社发布的公告还提醒船只跟飞行器 为了安全起见 在这段期间不要进入进行军演的海域跟空域 综合媒体报道最新的情况显示 台湾国防部发布3号周边空域 及时军事动态的内容揭示 中国3号总共派了27架次的战机 进入到台湾防空识别区 其中共有22架次的歼11苏凯30战机 自台湾西北空域来越过台海中线 台湾空军则派出了空中巡逻兵力应对 广播驱离防空飞弹追尖 另外3号深夜惊传解放军无人机飞过金门跟北定地区 这是继上个月28号解放军两度用无人战机巡马租以来 金门首度出现无人机进入的状况 台湾的陆军金门防卫指挥部4号表示 驻守的部队依标准作业程式已经涉及信号弹市警驱离 并且保持战备警戒以及实施影眼币的作为 同时中国在台湾周边6处举行为期三天的实弹军演 形同封锁台湾的海空运 对此台湾交通部长王国才表示 台湾包括了18条的国际航线 每天高达300个国际航班 650架次的班机受到影响 不过台湾已经跟日本菲律宾协调好替代航路 影响并不大 只是飞行时间会拉长一些而已 针对军演普遍被外界认为是第四次的台海危机 台湾前海军星将军舰舰长吕李施在脸书发文分析 解放军精心设计过的六个操演区 重点在于火力的展示 尤其是4号的操演区 目的就是要让飞弹飞越台北台中跟高雄 他研判如果要让以最远的江西乐平跟赶州 距离分别是850跟865公里 都在DF15的1000公里射程之内 海南单州的1450公里 就必须要使用射程1500公里的DF16 他认为解放军不会傻到使用DF17 来让乐山长城预警雷达解析单道 至于500公里的火山散区内涵盖的操演区 可能会使用PHL-191长城的火箭炮 解放军将在8月4号中午到7号的中午 锁定台湾附近六大海域来进行大规模的实弹军演 旅理师分析4号操演区的设计 就是要江西乐平发射的飞弹飞越台北 江西赶州发射的飞弹飞越台中 海南单州的飞弹飞越高雄 它的目的没有其他 就是要让飞弹空袭警报简讯来冲击民心士气 PHL-191长城火箭炮 则是要干扰台湾国军在海峡中线附近巡弋的机舰 解放军则可拍摄飞弹飞行的轨机 跟火箭炮发射跟落海的画面来进行认知战 如此而已 值得注意的是 美军一架导弹观测机 4号上午被发现从冲绳出发 前往台湾的方向 有志库就预测 这架军机将监视解放军在台湾周边的演习 总部设在北京的中外学者网络 南海战略态势感知在微博上面公布 这架RC-135S眼镜蛇球导弹观测机 从冲绳加首纳基地出发前往台湾的方向 预计将监视解放军在台湾周边的演习 南海战略态势感知表示 此举属于美军的常规操作 以往解放军每次实弹演习 该行机从来就不曾缺席 对于这一次的军演 德国之声引述中国军事专家张学峰 对《环球时报》表示 这一次的演习有三个首次 对于台独是前所未有的威者力 张学峰说 这是中国解放军首次 在台湾海峡进行援火实弹射击 解放军常规导弹 如果从台湾岛正西方发射 很有可能会穿越台湾岛上空 这是此前历年演习当中没有过的 这也是解放军首次同时在台岛周边 六个区域进行海空演练 此外 这一次有几个演习区的划定 首次突破了台方所谓的 十二海里海空域 甚至可能进入到十海里的范围 《环球时报》的报道 也迁入了一段视频 其中台军退役将领率化名表示 解放军在台湾岛周边 六个区域同步军演 明显是在封锁台湾 台北港 基隆港 台中港 高雄港 屏东跟台东以及花莲等都出不去 帅化名说 如果这个演习的时间长一点 搞个一两个礼拜 那么台湾很多战略物资就会断了 这位台军退将也在8月3号 接受《环球时报》采访当中谈到 这种封锁给台湾带来的实质性影响 帅化名表示 台湾是一个以外贸为主的经济体 深层完全依靠外贸 比方说天然气 石油 这样的战略物资都要依靠海运 空运的运输量则是相当的小 如果封锁时间不长 影响相对较小 但是这已经足以警告台湾当局 如果台海局势进一步的恶化 这种封锁模式持续更长的时间 如果长达一个月的话 就会完全切断台湾岛战略物资的供应 而这一则消息也得到了中国舆论的广泛传播 不过也有分析人士认为 中国方面不太可能将封锁长期化 台湾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宗基对媒体说 中国封锁台湾周边的海空域 对日本跟韩国的经济冲击很大 如果将封锁长期化的话 等于变相鼓励美日韩介入台海问题 所以中共也不敢将实弹射击的时间拖太长 不少人担心这次佩洛西访台再次引发严重的台海危机 其影响甚至可能超过1996年的台海危机 台湾前立委、时事评论员郭正亮对媒体分析 这一次解放军的六个军事演习区全部都超过了台海中线 打破了过去的默契 意思就是没有中线 未来也没有 这会导致台湾防空识别区跟中国重叠 他不会说这是武统的开端 但是未来两岸擦枪走火的几率恐怕会越来越高 两岸的军事互动会升级到新常态 他说这是大家都在担心的 也果然发生了 现在台湾需要担心的是 这种两岸军事升级紧张态势 是否会一路延续到二十大 根据台媒报导 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的学者汤绍成 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表示中国解放军的海空封锁 意味着台海中线对北京来说大概已经不存在了 针对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之后 中国大陆宣布连续三天举行锁台军演一事 美国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表示 中国以军事演习来回应佩洛西访台是不负责任的行为 警告局势有失控的危险 他希望北京当局可以采取负责任的态度 避免可能导致空中或者是海上出现误判的升级行动 加剧两岸局势是没有必要的 并且强调美方会捍卫在西太平洋的利益跟价值观 不希望事态升级 但是也不会被吓倒 这一次佩洛西访台北京的反应强烈 在军事、经济、政治多领域都对台湾全面的恫吓打压 中国官媒《环球时报》3号刊登社评宣称对于佩洛西串访台湾地区 中方的反制不会是一次性的 而将是长期、坚决、稳步推进的组合行动 并且每一次反制结果都是进一步加强对台海的失控 从北京的行动来看 在军事方面 在佩洛西访台途中 从2号晚间开始 东部战区在台湾周边开展一系列的联合军事行动 包括了联合海空演训 在台湾海峡进行远端火力实弹射击 在台湾东部海域组织长刀火力试射 4号到7号 解放军还将在台湾周边来进行重要军事演训行动 并且组织实弹射击 网络方面 佩洛西抵台之前 台湾多个政府网站都遭到了数位攻击 网络安全研究机构说 很可能是由中国黑客所发动的 在经济方面 北京已经陆续宣布暂停多项台湾产品的进口 8月1号晚间 在佩洛西到访之前 中国海关总署就公布了 暂停台湾众多食品业者产品进口 根据台湾媒体的统计 暂停进口食品总共2066项 比例高达了台湾企业登记总数的64% 2号晚间佩洛西抵台之后 中国又宣布从3号开始 禁止台湾柑橘类的水果 改代于动除加鱼输入 并且暂停对台湾出口天然沙 不过从各界评估来看 影响相当的有限 除了经济制裁之外 中国国台办3号还宣布 对所谓的台独顽固分子关联机构 予以惩戒 点名两个隶属于外交部的台湾民主基金会 跟国际合作发展基金会 跟四家台湾企业 包括了宣德能源 灵网科技 天亮医疗跟天眼卫星科技 禁止中国的组织 企业 个人跟这些基金会 企业交往 并且禁止相关的负责人入境中国 此外 中国还以台独知名逮捕 现年32岁的台湾男子杨志渊 报导指出 8月3号 浙江省温州市 国家安全局依法对长期从事台独分裂活动 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嫌疑人杨志渊 来实施刑事居传审查 在中国发展的台湾艺人 也未能幸免于难 在北京高压煽动的民族主义氛围之下 欧阳娜娜等多名艺人在微博强调 只有一个中国 而台湾女团SH1成员田富珍 只因为没有在微博上面发表 只有一个中国 再加上她在IG的现实动态 分享出意大利面的照片 被质疑有支持台独之嫌 其官方微博遭到小粉红出征 对于中国当局的一系列反应 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 陈奎德认为都是意料当中的 这一次佩洛西访台 而且是以如此正式高规格的方式 这让中共大失面子 而且恼羞成怒 陈奎德说 北京原本想要阻合 或者是让佩洛西的访问保持低调 但是结果却正好相反 目前正值二十大前 习近平争取连任的关键时刻 他一定会做一些事情来挽回颜面 起码在国内对小粉红 跟气势汹汹的民族主义情绪有所交代 但是不会过头 因为他手上并没有太多的筹码 陈奎德指出 习近平做这些事情 全部都是为了要挽回在国内的面子 挽回国内公众的形象 会做一段时间 会做得好像真的一样 但是绝对不会擦枪走火 真的跟美军干起来 这是不可能的事 因为一旦出事的话 中共真的是要玩火自焚 而且在佩洛西走了之后 才做军演 就可以看出中共耸爆的姿态 谢谢您收看明镜新闻台 敬请您点赞分享订阅推荐给您的亲友 更请您点击节目内容 简介里的PayPal链接支持我们